下標題比較容易 垂葉就一種 三角一種 人家看起來比較不會說沒有耐心 要看著 你們蔡英老師要畫什麼點? 現在有沒有辦法猜出來 一定是畫跟這四種不一樣 不聰明 那是哪一種? 看一下 有說我們日子卡是要卡這樣子 切字典嗎? 不是 仰頭 仰頭上面可以畫個明月 仰頭畫明月 然後再一個垂頭點的地頭 要畫故鄉了 變大了 低頭是變大了 你其中一幅畫就可以畫這個 其實那個 剛看的那個是好像比較複雜 其實蠻多那個比較有殘境的那種感覺 佛畫裡頭 也可以在畫裡頭 畫表達 那個就是緊就不用那麼 那也是都蠻好的 你看老師都幫你想好 那畫是你畫表達的是你啊 對啊 說得好 老師像 國畫當中 會不會有那些什麼 鳥啊 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表現 有啊 那個就是 剛剛我們提到 我們國畫 如果說 專門的那個課題之中 就有分 花鳥 走獸 寧毛走獸 然後人物 它是各有不同的專攻 那個就是 變成 專門的就是 畫這個花鳥 我們說 這個 崗頭點圓圓看起來 有點像 就是 那個 那個圓圓的那個鳥 鳥 這個比較像 吹頭點比較像 啊 對啊 吹頭點一下 嗯 吹頭點一下 吹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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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 吹頭點 健康中心